Hello,大家好,我是歪歪茶 那最近呢,马来西亚的腌霾真的非常的严重 所以呢,我的喉咙跟鼻子其实蛮长的时间都很不舒服 然后我就上网找一找资料,看有什么方法可以 就是让我的喉咙跟鼻子比较好一点 然后我就看到这个,算是我觉得蛮容易的方法 只需要一个材料 诶,讲错了,是两个材料就可以完成了 那今天我穿橙色的衣服了 所以我今天用到的材料就是橙子 然后再加上一点盐 那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方法做出来的东西 会不会是有效的呢? 好吃的呢?还是怎么样呢? 好,我们一起试看吧 首先呢,我们要将我们的橙给洗干净 所以呢,我会用一些洗菜的那个东西 然后还有放点盐吧 就把这个橙皮给洗干净 好,洗干净后呢 我会就是把这个橙皮给洗干净 橙皮的顶部给切开一点 然后呢,再把中间的部分再切开 然后呢,再把中间的部分再切开 就是,然后把它撒均匀 然后把它撒均匀 这里也是 会不会放太多盐呢? 嘿嘿嘿嘿 好,就这样 再拿一个碗 把橙皮放上去 然后带回拿去蒸个20分钟 就可以了 再拿去蒸个20分钟 然后呢? 然后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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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就20分钟后见啦 嘿,我的橙子蒸好了 刚刚忘记告诉大家 我有把一个盖放上去了 嘿,那个橙子已经蒸好了 现在我们来打开看一下 它的味道是怎么样的 它就是橙子的味道 然后 给大家看一下好了 好,现在来吃咯 希望不会太鲜吧 因为我刚才放好像蛮多盐下去的 很烫 好,我来吃一口了 不会太咸 好吃 我来看它变蛮咸的 那希望这个对喉咙有效吧 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 那大家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分享 订阅 我的频道 那我们改天见 谢谢大家 拜拜